现在从外地返台必须要知家隔离 但是怎么会传出没有防疫计程车可搭的状况呢 台南一位陈先生投诉 他的儿子从英国回台 在晚间六点半飞抵桃源机场 原定要搭防疫游览车到台南 再转乘防疫计程车到防疫旅馆 没有想到联系预约竟然得到了这样子的回复 说台南从下午五点之后就没有防疫小王出勤 交通出现了断点 最后只好紧急地从桃源机场包下了一部防疫小王 直接开回台南 虽然最后问题顺利解决了 但是家属也忍不住质疑 台南没有夜间的防疫计程车 极有可能会变成防疫破口 规划做得不好 那不是要形成一个防疫的破口 于其中好无奈 怎么也无法理解防疫专用的防疫计程车 在台南到了晚上 竟然没车可搭 卫生局的论连告诉我说 台南市的防疫计程车 超过下午五点之后 他就不营业了 说很累 大呼不合理 原来陈先生的儿子日前从英国返台 晚间六点半抵达桃源机场 本想搭防疫巴士回到台南 再转防疫计程车到指定旅馆 展开居家检疫 过程中先联系了台南卫生局要预约 竟得到傍晚五点后就没有防疫扫黄 惊觉交通出现断点 自己又因为做生意无法接送 不忍心儿子在机场哭作一晚 最后只好包下机场防疫扫黄 南下台南 B4的女主持有包计程车 2380 在联络上可能有点误解 所以有了五点之后就没有 其实已经是三台车都上线 累次24小时都可以来服务 台南市府澄清可能是沟通误会 但也紧急补强 将原本一台防疫计程车提升到三台 24小时服务 让这一回的事件只是个案 记者黄富奇 台南报导